就是樞纽分析 业务 产业别产品客户名称 那客户名称呢 比较多 所以跑比较久 那还是建议啦 因为你会把它按下去 它会一直闪动 还是一样 加那个screen updating等于false 其实效率会 比较快一些些 不然的话一直 对 它其实就是 效率一直按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用VBA的话 你就是要手动去按 就变成你要用人工去 以前就是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自动产生所有的报表 有没有 只是说你要把所有的条件 你做过的动作 通通把它记录下来做分析 那你会发现 所有动作都是可程式化的 OK 所以你说 很像每天 重复做那些事情 其实通通可以用程式 去把它全部带完 是觉得 当然剩下来 有些是需要用你的脑力 那没办法 不过我想 大部分只要你滑鼠键盘 做过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用程式去解决 这一点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OK 所以最后的话 我是已经把这个地方 全部都跑完了 不过会有一个地方 可能还是需要修改 因为我们刚刚 这边的范围 这这么多 所以应该是坎错向下追踪 但是总计会多一个 所以最后我们刚才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跑回圈 我们那个回圈里面的话 就是把它做一二三 最后这个修改部分的话 我们原来这个地方 是九 对不对 可是问题 我们将来不能够用九 因为不然它跑四五六七八九 停了没有了 或者是可能它没有没有到九 那你还转半变空白的 所以产生错误 所以比较精确的应该是什么 你就向下追踪 怎么向下追踪呢 应该到那个我们的哪一个呢 这个太多了 我把那个改一下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 用那个 另外一个 不要用 客户名称 因为客户名称太多了 后面可能 比如说我改一下 那理论上应该是 你要能够追踪到枢纽分析 Ctrl向下追踪 当然你从A4追踪 或者是B4追踪都可以 我刚刚是写成A4追踪 那追踪的话呢 记得你要不要忘记 你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必须要先跟他讲说 你是在许次 枢纽的这个工作表里面的A4 向下追踪 所以呢 写的方法 记得你这边的话 向下追踪的话 那我这边基本上是写在这里 本来是9嘛 那所以你变成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先打一个许次 不过其实 许次有时候后加 比较OK 为什么你打一个许次 点range 后面他就不会带 带那些东西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把range先打好 为什么range先打好的话 他后面比如A4 向下追踪 我们前面讲过点 有没有点1 他会有end出现 前刮弧他会带方向 对不对 向下 点roll 这些都会自动带出来 但是如果你前面 假设先加许次 他就不会自动带了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 然后就是把这个拿来改 可以 复制一个上去 然后这边 其实就枢纽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所以有的时候 可以后面写没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写程式要找一些 比较简单又愉快的方法 写程式不是说叫你背一堆东西 而是叫你理解之后 然后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并且把它做熟练 以后这些东西 就会带给你工作很大的工作效率提升 最后的话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带过之后 就可以把每一个 这个效果都加上去 对对对 简易忘记了 所以如果简易忘记的话 那就又有点麻烦 会变成多一个 会跑到总记那边 总记的话 他应该 你刚刚的同学说 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修detail 你这边点两下会 他也会 所以变成他把全部的 又再弄一个出来 当然除非你要一个总记 不然的话 他多一个 变成说最后会多一个 总记的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话我顺便 省一点时间把那个 假设说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那个 就是移动 反向移动工作表 我们干脆用业务 假设我今天业务 我如果今天希望 每次总表放在最左边 我就觉得怪怪的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让他整个反方向排列 也就是说现在本来是 这个方向 我希望把它改成这样方向 那变成怎么样 如果全部都反过来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样排呢 这里面的话 主要还是用到序值物件 里面有个方法叫move 但是move里面的话 会有个before跟after 然后呢 你第一个要告诉他说呢 把哪一个工作表移动 第二个的话呢 是要移动到哪一个的前面 还是后面 所以会有两个 一个是你要移动 所以假设你要摇摇 先移动到 移动到第一个的前面 那你就是什么 去持瓜糊二 有没有 点move before 瓜糊一 因为本来菜头在第一个嘛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写什么移动 而是反向移动的话 那这里的话 当然第一个我们的写法这样 把它全部delete掉 第一个呢 那你就可以 反正如果你实在不会想 你可以先 试着什么样 我先把第二个 对不对 移动点move 到哪一个呢 before 冒号等于第一个的前面 第一个的前面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再把 第三个 移动到第一个的前面 OK 再把第四个 移动到第一个的前面 反正就一直往前面叠就对了 他就一直往后往后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到最后一个 第八个 所以你会发现哦 只有这个数字变 其他 都一样 那也就是这样的哦 那如果我要写成 回圈的话 应该有吧 应该有概念吧 那你就怎样 那先把那个回圈写出来 for i 等于 第二 到 第八 但是那个第八 如果位置假设会增加或减少 就是工作表数量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sheets.com 有没有 还要来取代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net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这边来 按个tape键 然后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 改成什么 改成i 就可以了 那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有时候啊 我写这个啊 有时候 我的习惯啊 自己先动一下 反正呢 把那个逻辑 规则先 先了解了 然后呢 再去写这个程式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写吧 不然的话你凭空 自己要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有时候 光这个before 还是after 头都晕了 而且其实说真的 不是只能before 移动 你也可以after移动 但是 所以这个移的方法非常的多 但是你千万不要抓六脚尖 反正可以移到你那个样 你要的样子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一直陷入于那种 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一直before after before 头好晕哦 然后呢 这个数字 到底该怎么放哦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所以移来移去的组合 可能有几十种 上百种都可能 但是呢 哪一种是你最能够理解的 你就写那一种 所以等一下你也可以试下 不一定要只用我的方法 你也可以不要用move 你如果习惯移动到after的话 反正你只要反向都可以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把瑶瑶移回来好了 如果我希望颠倒过来的话 试一下看会不会OK 所以我就 直接执行可能太快了 我们先来 先把 这个i目前是第二 所以move到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应该瑶瑶会移到菜头前面 没错 然后呢 应该再把 第四 再来就第三 所以应该是把那个 英雄 移到 第一个 等于是又把英雄移到前面 没错 再来把小咪呢 移到英雄的前面 没错 再老王移到前面 OK 依实类推 最后的话呢 把 完成 这样就颠倒 再来 如果你再执行一次 他刚好又颠倒过 为什么 因为他又 再执行变成 枢纽移过去 小张移过去 所以呢 这个写法是 就是可以 执行一次 他颠倒 再执行一次又颠倒 OK 如果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 这个假设把它改成 1 1 这边改成 1的话会怎么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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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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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